我们这个世界 众生为什么这么苦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 这个原因到底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过去人没有 啊 极乐世界的人没有 我们会有这么多 读这个文 让我们想起来 我们这个世界 很久了 至少一百年了 社会上不再有人 教我们修福修慧 没人教了 我们对于修福修慧 陌生了 很生疏 一位自己聪明 有能力欺骗众生 有能力夺取 这就是聪明智慧 就错了 这个东西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是你过去身中 所修的福德 在支持你 你对佛报相经的 你造的罪业就先行 现在全世界的人 不要父母 不要祖宗 这就没有福了 不种道 不尊私 就没有会了 智慧就没有了 全世界的教育 都在这个地方出事情 家庭教育 不禁诸宗 不孝父母 佛没有了 会呢 不尊重神仙 不尊重宗教 这宗教是不敬神明 认为那是迷信 不学经典 会没有了 在佛法里面讲 最简单的 持戒的人是有福 现在大家不要介意 学佛不持戒 所以学佛也没有福保 会从哪里呢 会从定来的 定是什么 定是清净心 平等心 我们这个经体上 清净平等 是定 后面开会 绝就是会 心不清净 不平等 哪来的会 其心动念 都是烦恼 都是罪业 地藏经上 讲的不为过 就是讲现代社会 严福提众生 其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这是我们现代社会 佛在三千年前 就说的这么清楚 不要佛 就是不要会 不要佛 佛这个字 什么意思 从印度 梵文翻过来 就是智慧 圆满 佛报 圆满 我们念 皈依 皈依佛 二族尊 这个二 就是佛会 族 就是满族 满族 就是圆满 的意思 智慧 圆满 佛报 圆满 这人 称之为佛了 学佛 学什么 就是求智慧 求佛报 佛会圆满 的时候 这人就成佛了